加拿大鹅竟然会打人 这也太凶了吧 各位小伙伴 今天跟大家聊聊 加拿大这边的本土霸王 加拿大鹅 在加拿大 这些野生大雁 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在公园 马路上 甚至你的后院里 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有的在悠闲地晒太阳 有的成群结队地飞翔 有的则旁若无人地过着马路 不过 你可千万别被他们 这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给骗了 因为这些家伙 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尤其是 当你靠近他们的孩子 或巢穴时 分分钟变身战斗鹅 最近 在多伦多列志文山的 一家宝马车行 就发生了一件 啼笑皆非的鹅系人事件 事情的主角 是一只超级互毒的鹅爸爸 自从鹅妈妈在车行的 停车场草地上筑巢后 这位鹅爸爸就化身成了超级保镖 对任何靠近巢穴的人或动物发起攻击 不分男女老少 这只鹅爸爸的攻击范围 可以说是无死角 就连车行的服务经理 Sandro Fraguela也没能幸免 那天Sandro正准备下班回家 没想到刚走到停车场 就被鹅爸爸从天而降 用翅膀和嘴巴猛烈地攻击他 Sandro说 那只鹅的力气真的好大 被他拍了一下 我的后背和后脑勺都疼了好几天 更搞笑的是 这位鹅爸爸不仅攻击员工 还攻击顾客 有一次 他甚至追着一位孕妇和他的孩子跑 还有一次 他把一个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 这也太嚣张了吧 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 鹅爸爸的悉心守护 最终没能换来小鹅的出生 两周后 鹅妈妈放弃了孵化 带着鹅爸爸离开了车行 从那以后 这两只鹅也恢复了温顺的模样 不再像以前那样攻击人了 听那非感慨到 虽然他们有时候让人很讨厌 但还是很希望明年 他们能顺利孵化出小宝宝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动物趋势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 记得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有趣的动物故事